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的服务生端盘子高手参加了比赛 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不同餐厅、咖啡厅和酒吧的470名服务生参加了本次比赛 在比赛中,参赛者需拖着一个装有饮料瓶和杯子的盘子 走完全长1600米的赛程 根据规定,参赛者只能小步快走 不能打翻托盘里的瓶子和杯子 比赛按不同组别进行 每组的冠军选手可以获得1000美元的奖金 据了解,这项比赛最早起源于1904年的法国 后来逐渐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起来 如今,服务生端盘子竞走比赛 已成为布宜诺斯艾里斯当地一项传统的餐饮文化活动